1-2-3 2-3 2-3 2-4 2-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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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4 5 2 4 5 5 5 6 6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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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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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1 9 10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 就这个节目真的是一般人都没眼看 我就是更好奇你们两个人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能信任你都信任到这种程度 小龙这个问题特别好 二位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俩则是搭档关系 这个搭档心理素质的多多么强大 我特好奇他是给了你多少钱 你愿意干这份工作 你给我一个亿我都不干 这要我命了真是 对 老师我有个问题 您多久换一次搭档啊 质机没换过 真的刚刚怕不怕 不怕 怎么能做到不怕呢 因为我比较信任他的技术 信任 默契 但是你不觉得他这个最厉害的是在那个转 转 对 就这个转 说到这个转 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 这个转盘应该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飞刀转盘 是的 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一款电动飞刀转盘 每分钟是96圈 每分钟96圈 你说我见过有史以来转完以后走路走得最直的一个人 真的 我觉得我现在是清醒的 没有云我都无法走得像你这么淡定 你是不是有点怀疑啊 我看出来他的眼神就是怀疑 他想亲自试一试 他特别怀疑 是这样的各位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男人的尊严我上 是这样好不好 我觉得不妨我们再请出两位好不好 两位美女吧 那就你们两个来吧 我们我跟你们说 我们要开心地活在一起 小龙就趁你们三个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先拜个吧 你知道吗 时间不多了 我们对你们新出的嘉宾很有信心 刚才要讲的是我们这个转盘不仅转盘快 而且呢 我们旁边这位他这个飞刀这个也很速度也很快是吧 飞刀的力度和准度 我们就是讲究飞刀讲究的速度和力度和准度 现在最快的是一分钟 我一分钟是七十把 七十把是四米吧 四米 两米的应该是一百 两米是一百把 其实今天是现在是目前两米的飞刀是一百把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精度 精准度 精准度 这个我比较关心 好 下面那就由你来 你把我们你给我一个目标 我来飞 我把力度 这个目标怎么样 不不不 我们可以为其他小的物体 也就是给他们让他们把物体随便放到一个地方 我们来集中目标 像饮料之类的 对对对 规则的就是 三位把那个古艺 这个罐子 给它贴在上面 OK 我们随便选 随便贴是吧 你们来选 OK 好 下面八军 就要用手里面的刀 来击中的一个拿罐 来 哇 加油 来 第一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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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我天哪 好帅啊 准 准 这就知道为什么搭档敢站到这个舞台上 你是看了他这个表演之后才愿意吗站到这个上面 他还有比这个还要厉害进行的部分 哇 更厉害 还有更厉害的吗 对对对 那您是也还在需要一位 我需要一位 呃 志愿者 志愿者 帮我再配合一下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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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弊对 我愿意牺牲我自己 好啊 来 谢谢 可以的 哎 我觉得是这样 小龙让他做点简单的 哎 简单的动作就可以了 就说蒙眼呢 或者让他把当靶子也就是算了 但是蒙眼应该没问题啊 对 我觉得蒙眼会更简单 因为他要是 蒙眼 每一次你要是能看见的话 你会更害怕 所以还是 不是小龙蒙眼 谁 是我们的嘉宾蒙眼 我走了 谁蒙眼 嘉宾蒙眼 真的吗 你蒙眼 我站在那 那我不玩了 我蒙眼可以吗 你不要蒙眼 那为了你的安全 我们站在旁边 好不好 也行 配合一下子 这个劲起来好一点 这个好 你先检查一下这把刀 真正的钢刀 你是想让我放心 你就不要让我检查了 好 最简单的 只要让小龙把这气球 粘到板上就可以了 是吧 不不不不 小龙老师 你帮我拿着这个气球 哦 不是把气球粘到板子上 而是要小龙拿着气球 小龙老师 你站在 你站这边 我站在这 站这边 好 你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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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敢拿 手已经抖了 发现下面要做什么 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 下面 小龙老师 你拿着气球不动 这个头罩 我来戴 好不好 真的 那那那这个什么都碰不见 我有把握 相信我 相信他 相信我 然后用手里的刀 击破小龙手里的气球 小龙换左手啊 小龙不要动 你不要动 我看这个还有一笔 是吧 一会儿先不说话 咱们就别打扰他了 对 咱们不要说话 因为现在老师是靠声音 来知道这个气球的位置 这太吓人了 这个 怎么样小龙 这太吓人了 你知道吗 特别是这个 半秒钟吧 那种就刀过来的感觉 我感觉好像一年了 那种感觉 今后更大的目标 会是什么呢 我希望能 就是让这个绝技吧 飞到这个 这个飞到手上的东西 玩得更好 玩得更绝 在这儿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小朋友们 可千万不要模仿 在这儿要 先把掌声送给二位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巴基 谢谢 谢谢